大家好 我是小屁 韓服天堂暗昨天2月9號的改版當中 有預告了槍手跟狂戰即將進行職業上的調整 然後在2月10號也開放了槍手跟狂戰的轉職 這部影片就是要來分享一下 就是槍手跟狂戰 調整了什麼以及新增了什麼技能 影片開始之前請先檢查一下有沒有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記得訂閱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圖片 首先的話槍手增加一個新的子技叫做準備開火 MP消耗60然後以及名譽幣15個 持續時間2秒 那這2秒當中可以增加破壞技能的命中 OK 然後破壞屏障也有增加了技能命中 以及雙重射擊士兵 原本是雙重射擊填充嘛 改名為士兵 那你使用2次技能之後會機率的觸發出血效果 戰鬥其身的部分隨著等級的增加也會額外增加傷害減免 體力增幅的部分最大的血量再增加 接下來的話就是狂戰新增的這個子技 無限泰坦 這是傳說技能被動 然後你需要學會狂戰泰坦這個子技 你才能發動這個無限泰坦 血量70%以下10 會降低受到的反擊傷害 然後宏記壓力上升的傷害增加 可以看到這一次一樣是來針對這個反擊的這個 我個人是覺得可能是因為騎士的那個 反擊那一波的改版改太強了 所以其實基本上有大概是有兩波是要來針對這個騎士的反擊 然後以及那個沖暈的 OK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這個 槍手跟狂戰的技能調整以及新增 然後在這邊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你這一次轉槍手跟狂戰 你新技能準備開火跟無限泰坦是不能轉的喔 然後槍手上一次新增加的緊急救護這個技能 也是不能轉值拿到的喔 那如果你還有任何的心得消奇問題情報的話 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我是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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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